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慈爱 哪里诉说你的恩典 感谢主 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要学习神的话语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这么疼我们 我们奉耶稣对你 把以下的时间 对我们的教徒在你的手里 哈利路亚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说三场如战场 就是做生意人就好像打仗 然后呢 其实我们的人生呢 也是好像战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魔鬼呢 他就一直要把我们 什么呢 拉到他那边去 那耶稣呢 也非常的爱我们 耶稣也要拥抱我们 给我们永恒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如何战争呢 那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已经为我们战争得胜了 所以我们是靠着 耶稣打的 打以得胜的战 所以今天仍然有罪恶 世俗和魔鬼 也在攻击我们 今天有不安 恐惧 疾病 也有咒诅 贫穷 然后呢 死亡和痛苦 这些都是我们人类呢 一定要面临的 那就是说 人家说 我们中文常常说 生 老 病 死 所以呢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我们多么成功 多么 多么有钱 多么有势力 总有一天 这些都要过去的 记得 我们要 好好的 保守我们的信心 仰望那独一的真神 记得 我们的仇敌 世界 魔鬼 已经 被耶稣打败了 所以这样的战争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靠着 耶稣的名字 不明白真理的 世人会被这些仇敌 偷窃 杀害 毁坏 但我们 清楚明白真理 耶稣在基督 在十字架的战争中 已经屠灭 仇敌 因此我们要 奉耶稣的名 抵挡他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想告诉你 我们的神 很爱我们 祂知道我们 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很痛苦 有压力 所以祂已经为我们 战争了 耶稣福音 第八章三十二节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们的自由 所以呢 只要我们明白真理 穿上知识 和信心的精装 我们就能 荡胆的战争得胜 我们都能 奉耶稣的名 胜过罪 胜过世俗的魔鬼 胜过不安 恐惧 挫折 绝望以疾病 也能胜过 咒诅以贫穷 并能胜过 死亡以淫娟 因为我们 已经知道真理 并且穿败真理 以信心 前进 在这个世界 存在住 其多的抽屉 他们每天 挑战我们 攻击我们 但若我们 明白真理 和实施下的得胜 我们就能 得胜有益 因此我们要 确实的明白 神的话语 并且用神的话语 的宝剑 来战争 所以我们不能够 凭着感觉来战争 也不能靠着 人的理性来战争 我们要超越 我们的感觉 和理性 用属灵的 实际的得胜 来战争 希伯来书 在第四章十二节说 神的道 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 两刃的剑 更快 甚至灵以分 古节一古时 都能赤住 拨开 连心中的思念 和主意 都能表明 神这给我们 神话语的保健 我们借助神的话语 赤伤 那已经被打败的仇敌 因此呢 他们从一条路来 就从七条路走 所以亲爱的弟兄弟们 我们信主的人 不要害怕 我们有什么呢 有圣灵 在带领着我们 有神的话语 来帮助我们 抵挡魔鬼 抵挡诱惑 抵挡这个世俗 让我们呢 不要 不要 解忘 很多人受到很大的压力 自杀 很多人受到很大的压力 离分 很多人受到很大的挫折 看不开 深山影击 所以呢 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 主啊 我虽然在这个世界上 我知道主 你会与我同在 主耶稣 你会保护我 主耶稣 你会带领我 主耶稣 你的圣灵 会牵领着我 谢谢你 主耶稣 所以呢 我们要拥有信心 来仰望独一的真神 祂一定会拯救我们 好 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 今天的话 让我们明白 主 你的话是活泼的 比一切良人的刀 还要更 坚更利 能够拨开一切 主耶稣 我们爱你 求你的话语 浇灌在我们心里面 求你的话语 永远地隐藏在我们心里面 让我们可以 听你的话语 顺服你的话语 我们爱你 我们父耶稣 祝你祷告 Amen 不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 或是唐我在 阴暗地有故 当离开街头 你将会发现 啊 祝你为你我预备 云上太阳 它总不改变 虽然小雨 浇灑在脸上 云上太阳 它总不改变 啊 它不改变 云上太阳 它总不改变 虽然小雨 云上太阳 云上太阳 虽然小雨 浇灑在脸上 云上太阳 但啊呀 它从不改变 啊 它不改变